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這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因為我們眾所周知 其實我們人體有很多人體的細胞 不過我們的運作 不單是我們人體細胞的運作 其實在我們身體外面和裡面 都有很多微生物 有些科學家估算到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和外面的微生物 的總和是我們自己本身細胞的十倍 其實我們整個人的細胞 其實一成是我們自己 九成都是細菌和微生物 不過因為以前的技術 其實很多時候都未必能夠提取到 認識到這些細菌 因為其實這些細菌 是不夠一成可以在細胞室培植出來的 但近這十年 因為基因技術的進步 有些叫做次世代的基因排序技術 可以將你所有在身體裡面和外面的細菌 都可以排列一次出來 所以我們是近這十年 正正式式認識到 原來我們身體裡面和外面 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 包括細菌、病毒、真菌 這些包圍著我們身體 而這些微生物 其實超過95% 都是在我們長度裡面的 所以其實長度對身體裡面系統是很重要的 當然除了長度之外 其實另一個我們常見的微生態系統 當然是皮膚 皮膚因為我們身體最大的器官 另外譬如你眼耳口鼻 譬如你那個氣管、鼻歌 都有很多不同的微生態系統 其實皮膚的微生態系統是很特別的 在不同的位置 其實微生態系統都有少少微妙的變化 譬如你常見頭皮 或者鼻歌、眼眉的位置 其實比較油脂線旺盛 其實就好像一個亞馬遜森林 很旺盛 所以菌有少少不同 在頭皮、臉、鼻歌那些 就多一些叫做坐瘡幹菌 還有一些棒狀的幹菌 這兩個是比較常見的 所以這兩個菌 就有機會導致到 例如你頭皮會脫頭皮 有些叫做姿勢性皮炎 或者在臉那裡 會有一些叫做坐瘡或暗瘡的情況 因為這兩隻菌特別在臉頸多 譬如在手的乾燥位置 例如手外面或腳外面 就不會有這些菌 所以你很少見到 無緣無故在手搶生暗瘡 就不會的 但最特別的是摺位 摺位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菌 就叫做葡萄球菌 這個葡萄球菌特別是摺位多 例如手搶兩邊摺位 腳的摺位 或者頸的摺位 特別多這些葡萄球菌 葡萄球菌有很多種 不過爭奪這個葡萄球菌的狀態 其實你可以當作有兩隻 一隻叫做表皮葡萄球菌 一隻叫做金黃葡萄球菌 兩個像是齒消比獎 雙身雙黑 但不過當這個平衡失行了 譬如尤其是當惡菌 金黃葡萄球菌失行了 而那個好菌 表皮葡萄球菌弱了的話 變成很多時候 皮膚就會有發炎的情況 尤其是濕疹的患者 當皮膚乾燥 就更加容易多些 金黃葡萄球菌的失行 造成表皮可能很容易癢 可能會有結黃色的膠 流水 導致有濕疹的情況 所以其實要處理濕疹 所以這個葡萄球菌的平衡 也是很重要的